现在开始第三十一题 三十一 诶,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最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就像姚明那样的 什么?你这身高,还是好好练乒乓球吧? 你不相信我吗?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十一 诶,你以后想做什么? 我最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就像姚明那样的 什么?你这身高,还是好好练乒乓球吧? 你不相信我吗? 女的是什么意思? 三十二 老师,您猜我是谁? 大卫吧,你去南方旅游,走到哪儿了? 我刚出北京站 真的吗?你都回北京了? 男的去南方旅游,你去南方旅游,走到哪儿了? 我刚出北京站 真的吗?你都回北京了? 男的去南方旅游,你去南方旅游,走到哪儿了? 男的去南方旅游,走到哪儿了? 我刚出北京了 多少钱? 一千六 刚买的 比我的便宜五百块呢 那你买的比我早 女的花多少钱买的电子词典? 三十三 咱俩的电子词典是一样的 你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 一千六,刚买的 比我的便宜五百块呢 那你买的比我早 女的花多少钱买的电子词典? 三十四 嘉宇,咱们就在这儿照合影吧 嗯,风景不错 奶奶,您在中间 爸爸妈妈站两边 姐姐姐夫,你们在后排 找谁? 找谁帮咱们拍一下呢? 不用,我先给你们照 那好吧 这张照片上 会有几个人? 三十四 嘉宇,咱们就在这儿照合影吧 嗯,风景不错 嗯,风景不错 奶奶,您在中间 爸爸妈妈站两边 姐姐姐姐夫,你们在后排 找谁帮咱们拍一下呢? 不用,我先给你们照 那好吧 这张照片上 会有几个人? 三十五 石老师,听说您要去广州开会 能不能麻烦您点事? 别客气 说吧,什么事? 想求您帮我带点药 这儿买不到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把药名药厂名字给我 男的要去广州做什么? 三十五 石老师,听说您要去广州开会 能不能麻烦您点事? 别客气 说吧,什么事? 想求您帮我带点药 这儿买不到 没问题 你把药名药厂名字给我 男的要去广州做什么? 三十六 咳嗽得这么厉害啊 试试体温吧 我觉得身上特别冷 头也疼 三十九度二 烧得不低呀 你得了重感冒 打点点滴吧 好的快些 这几天我们正考试呢 您还是给我开点口服药吧 咳嗽得这么厉害啊 咳嗽得这么厉害啊 试试体温吧 我觉得身上特别冷 头也疼 三十九度二 烧得不低呀 你得了重感冒 打点点滴吧 好的快些 这几天我们正考试呢 您还是给我开点口服药吧 它们是什么关系? 三十七 你又有哥哥 又有姐姐 多好啊 你觉得你父母 只有你一个孩子 太少了 是不是? 可不 你们家过春节时 一定很热闹 嗯 不过我们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三个 很辛苦 男的家 有几个孩子? 三十七 你又有哥哥 又有姐姐 多好啊 你觉得你父母 只有你一个孩子 太少了 是不是? 可不 你们家过春节时 一定很热闹 嗯 不过我们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照顾我们三个 很辛苦 男的家 有几个孩子? 三十八 喂 玛丽 你现在在哪里呢? 是迈克呀 我在北方书店 买听力书和录音光盘呢 太好了 你帮我买几本书好吗? 记一下书名 我没有笔 你给我手机上发个短信吧 女的在买什么? 三十八 喂 玛丽 你现在在哪里呢? 是迈克呀 我在北方书店 买听力书和录音光盘呢 太好了 你帮我买几本书好吗? 记一下书名 我没有笔 你给我手机上发个短信吧 女的在买什么? 三十九 有人在家吗? 我是来送比萨饼的 咦? 我没打电话要吃的 这里不是黄山路五十六号吗? 这里是五十九号 五十六号在马路对面 女的住在黄山路几号? 三十九 女的住在黄山路几号? 四十 王大爷 又去买菜呀 接孙子去 他今天放学比较早 你每天都接孙子上学 你每天都接孙子上学放学吗? 不是 今天他爸爸妈妈都上班 没时间接 王大爷去做什么? 四十 王大爷又去买菜呀? 接孙子去 他今天放学比较早 您每天都接孙子上学放学吗? 不是 今天他爸爸妈妈都上班 没时间接 王大爷去做什么? és 刚才 乙子去 虚子去 我们每天都接 我们一起 Geb较早 碌那儿 锦子去 我们一起来